開幕的時候 想和各位網友分享一個比較令人傷感的消息 因為網上有一位支持者 或者聽眾 知心網民 知名的網民 魯表先生在5月31日 因為一個急病 急病 我不知道可以說多少 盡量急病 大家意會 與世長此 搶連只有52歲 要以現在計算 網上很多人 都很活躍於 這麼多年來 從201X年代 這89年間 都很活躍於不同的網台 無論是留言 又或者是搞活動 甚至是親身支持 很多不同的網台節目 他自己有時都會開一些YouTube的網台節目 也都很短時間做過一些 主持過一些節目 他也和西西 和一些比較活躍於網絡界的朋友 都相當之熟悉 他為何要說這件事呢 同時在我網上 我也看到另外一位網台 甚至是指名道姓 都沒有所謂 他是MIHK的老闆 歐陽永權先生 人稱岳瑜 在網上非常高興地舉杯慶祝魯表的死訊 聽到死訊之後 他鋪了一張照片 舉杯慶祝 然後亦都在他自己的節目裡 亦都在直播地說 他自己對老闆的死訊 他又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說 一個仇人的死訊 哎呀 我就很開心 我喜歡我是自己 我喜歡做自己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問題 他是仇人 他是網台界的是非禎 他是網台界的搞風搞雨 又說他如何挑撥離間 安了一大堆罪名 他說他生是一個陷家產 死也是一個陷家產 這是他自己的言論來的 公開的 不是私人的 公開的 我在這裡沒有人敢譴責他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在這裡代表我天地又正氣 他是我一個支持者 他是聽我的節目的 我現在強烈譴責歐陽永權 岳瑜先生 來講這些說話 我就不會放心 我不會調查你 因為你做這些事情 你沒錯 你當然有你自己的自由 你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人在做 天在看 你這樣做 你對不對得住所有的家屬 他死去的 即是他死了之後 你對不對得住所有 為他傷心的人 那你說他搞風搞雨 挑撥離間 這個台家要去那個台 如果他真的這樣的話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網民 為什麼有這麼多網台的人 覺得軟識 為什麼這麼傷心難過 就是這些事情 什麼是事實 什麼不是事實 我想我不需要代理 在這裏講清楚 我從來都不會理會 惡魚說什麼 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這個人 因為我識足了很多年 我知道他的精神 上是有些事情的 就是我不想理會這些事情 因為有些人 就是他 他想出來的事情 甚至不是真實的事情 他都會當真實地說 就是妄想出來的事情 他就覺得是事實地說的 你說他要講打講殺 又說是在毓民棟篤村 就是門口那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來龍去脈 亦都公道自在人心 是不是 就是不需要再在這裏 在路表剛剛過身的時間 我不想再講起這些事情 我也不會再回應他講的這些事情 但是 我是表示強烈的憤怒和譴責 是不是 我可以調查你的 我可以叫你一樣是陷家產的 陷家產中的陷家產 我一樣可以祝福你死全家 但是我覺得死全家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死全家是一定會死的 人也是會死的 sooner or later 是不是 人都會死全家 人都會死全家 是不是 就是 報應就會在報在那個人身上 我就慢慢看 慢慢看 是不是 就是將來會怎樣 你老哥會怎樣 I don't give a fuck 你的人生 I don't give a fuck 你說的話 I don't give a fuck 但是你這樣說 是完全侮辱了這個人 完全侮辱了所有在他身邊的所有的朋友 我現在姚冠東 代表所有 老表的朋友 老表的好朋友 曾經受過老表幫助的人 我現在強烈 你老表 這個是我最後的聲音 我不想浪費我節目時間 說太多這些 死者而言 死者而言 他希望老表 他離開這個是非地 早登極落 不需要再理會逐世間的煩惱 清者自稱 事實就是事實 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過 是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無論你怎樣說 你怎樣說 那個事實都不是事實 如果有一群人喜歡相信你 你說 為什麼你這樣做 你說因為他們是你仇人 我現在可以和那些網民 都說一點有關於這些 所謂仇人 是什麼仇 這些仇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因為當時 低族群禄剛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是一群低族群禄的支持者 有整群網民 就是整群人 只不過是 某一個人 就是老表 就跟某一個人殺氣 然後某一個人就去找這個樂魚哭訴 就說 他們欺負我 於是有人就大佬上身 就為他出頭 就說老表他們不對 不對 但是 我當時已經 我當時是台獎 我已經說 你不要用這些策略 很小事 是不是 真的很小事 網路吵架 都是文字上面 是不是 然後 老表當然 他們一群人都不會支持樂魚 就是之後更加不會 更加不會支持你 你不幫我 怎麼還要支持你 是不是 很正常 而且根本是很小事 這些網路吵架 現在是無日無知 現在 即是YouTube 一直吵架 一直吵架 對不對 網路上面 每一個人都有 發表的自由 每一個人都有 你不對 就不要玩 對不對 對玩就一起玩 不對玩就不好玩 很簡單 網路世界 網路世界 不需要這麼認真 然後 這個鱷魚 就視之為一個大仇 視之為一個很大仇 總之大家都知道 誰不喜歡聽他 誰對他的台有批評 誰對他的個人有批評他 他就會當他是仇人 甚至是不斷抹黑 很多年 他抹黑了我很多年 清者自清 我覺得不需要回應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就怎麼說 是吧 是吧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天地有正氣 你自己是體動的 是吧 事實上就是 所有跟他合作的人 都是不歡而散的 包括廣告上的人 都是 他是廣告業的 他以前是我的舊同事 我認識他的時候 2001年 他有舊同事 他不斷向外宣稱 他做創作 在廣告做廣告創作 其實他沒有做過一天創作 他的工作是account director 即是附近抽客 他完全不是創作部的同事 他沒有參與過一天廣告創作 最多是想想策略上的事情 怎樣去抽客 不過anyway他喜歡怎樣 這個是他的人生 我亦都 說真的 你問我 打從心底裡面 我是說獨立思考的 是不是 你們喜歡相信他 無所謂的 你喜歡我亦都無所謂 你們兩個都不相信 都無所謂 於我 於何干 但是這些就是他口說的所謂仇怨 還有 有一次的 在2019年 旭文的董督傳門口 只不過是 可能不知道大家天口熱 還是怎樣 小小煞氣 講打講勢 打上來 那些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阿輝 就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視知別人為仇人 然後 他不幸 幻想一個危疾 過了生之後 你在網上 你是一個半公開的人物 你真的在網上 就說 你要慶祝了 要慶祝了 是不是 我又不見你 蔡若蓮死仔的時候 你有什麼理由 開香檳慶祝 是不是 現在他是誰 他六八九嗎 他鄧炳強嗎 不是 是啊 是不是 就是 我覺得 人 貴乎自重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都不用我多說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需要 怎樣自吹自擂 怎樣說我們 怎樣怎樣 不是的 你怎樣做 別人就看得到 你做得好 別人就看得到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別人心清眼亮 是看得很清楚 不是靠一群柴子 圍著你 說你大哥好東西 你就真的是大哥 別傻了 醒一下 好嗎 有病 要看醫生 這個就是 亦都 你說他得罪了很多網台 如果他是搞風搞雨 那他就過街老鼠 如果老表就是過街老鼠 是不是 就不會受到 那麼多人的不開心 那麼痛心 包括 其實很多人 起碼我身邊 那些不是我網台同事 真的是我朋友 實體朋友 是不是 所以 你說誰 就是在網台界搞風搞雨 誰喜歡搞事搞非 就是 講是非者 正是是非人 是不是 你有沒有見過我 阿東講是非的 是不是 所以anyways 不要緊 I don't give a fuck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 都浪費了那麼多時間 說了 都浪費了15分鐘 我又有阿西西說要封閉 好啊 好啊 阿西西 如果是你打上來 你打上來 我們可以聊一下 OK嗎 沒什麼 現在是 遲些 過了兩天 會再看老鼠的後事怎麼搞 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不講了 是 那又講起 那我已經開了名 亦都不知道 對普羅或者是 My Radio有沒有影響 那位人士 就長頭髮那位 惡魚先生 只能夠這樣說 你不可能是 有一個人跟你沒有什麼深仇大眼 你是可以他過了身 你馬上拿些紅酒 跟著就說share 你是最基本的一個做人 我們傳統都不會這樣做 怎樣不正確 都不會這樣做 對 除非他是真正的 你有什麼深仇大向 你有什麼深仇大向 沒有 除非他是六八九七七七 董建華那些 要是就這樣 你比人家壞壞 那些藍絲群組都不會這樣 嗯 是啊 對 對 因為我現在 重要呢 就是阿西西 他家人或者是 一些很好的朋友 都會 在搞他的後事 現在我就不會跟他 有什麼馬戰先 我已經知道 他有些來挑機 就說王國等 怎樣跟我說 王國等就是王國等 到時候才算 好嗎 只不過我這樣簡單說 這個是人神共憤的 真的沒有可能 嗯 因為其實老表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不是因為我們跟他朋友 而是老表的人 有情有義 大家都會見 這些事情 是不用我們說的 是啊 我們是偏幫的 不是偏幫的 不是因為我們經常跟他吃飯 或者是跟他去玩 我們才說這些事情 就算是前線記者 不要說什麼阿西西 就是不只是你的 是 其實甚至阿瑤 甚至是阿彈彈 就是他都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 阿魯表這個人是怎樣 就是很多前線的記者 是吧 大家見過他 認識到魯表 稍微認識到魯表 都知道魯表是一個怎樣的人 就是不用多說 是吧 就是 所以 那天 阿魯表就剛剛走 他不去拿杯子 是 是剛剛走 好還有一位 還要是適合適合 是 就是那個樣子就好 是 到時就適合適合 是 我已經不說那樣子了 我已經盡量不提出他樣子了 那他 那他 或者有一些發手 一些軌帳 那些軌帳 不管怎樣都好 就說王國震 你倆人家 robotic 人家胆就來了 先睡覺 那些 那些 那些也有跟我挑起的 那我不會管他 我不會管他 嗯 不需要你的 西西這些 是 這些人不用理會 我可能不會理會 我暫時不會理會 因為搞定老表的口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尽量讓他這段時間 提供家人或者什麼都安靜一下 那你這些都是 我覺得有時候 所以為什麼一個人要慎言 無論你是否半公眾人物好 是否做節目主持好 怎樣都要慎言 你要知道你說話是有責任的 不是沒有責任 不是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的 這個世界 是啊 因為有些東西是公道自在人心的 因為當場是很多人在的 你不是說輕輕帶過 說我們挑起時端就算了 不是這樣的 我對任何一個前輩 我都很尊重的 是 是 任何一個請我去飯局 我都是很尊重的 我都很尊重的 我個人 參加過飯局的人 都知道我 我從來都不會這麼囂張的 或者喝大兩杯 但是這個 我從來都沒有 我從來都沒有 嗯 嗯 所以不要 這樣吧 我覺得 最重要是大家都活到差不多一年多了 是 怎樣去代人節物處事 我覺得很難去改變 或者是也都不方便去評論每一個人的取態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最重要是 但是你要負責 但是沒有錯了 因為有些事情 有些說話說了出去 你不要以為沒有殺傷力 有些說話說了出去 現在 香港 很多人 只是說錯一句說話 他現在正在坐牢 是 寫錯一句說話 他正在坐牢 你明白嗎 就是不要以為說話 是沒有責任 你是傷害到人 傷害到自己 是會影響到人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受害 就是傷害別人的家人 也都傷害別人的無辜的家人 就是我覺得 有些位置 是不是 你自己為內 跟你自己為勞說 不公開的 真是無所謂的 你為勞說 你打邊爐自己說 講完這裏講這裏 是無所謂的 你還要拍完 自拍完 展示出來 那些 還要公開 是不是 有什麼這麼血海深仇呢 是不是 那所以 那你既然公開可以的 你開放可以的 YouTube可以的 我都要公開回應 你明白嗎 本來我 如果你自己為了 所以我為什麼說 不要說沈四海那件事 沈四海那件事 是你們自己裏面犯局的是非來的 說真的 我就不想去提 因為我亦都很公共性 我現在也不是說沈四海 只不過說 有些事情說了就說了 那他不要再贏我 也不要再什麼 那我都不要吵那麼多 不過那件事又另外一件事 我就覺得 那些人性為什麼會被悲劣成這樣 社會做什麼呢 現在是社會做什麼 一路表 已經剛剛離開了 那他做了什麼 令到社會大眾 或者世界會變得那麼可怕 是否要這樣攻擊他呢 嗯 嗯 所以 就是這樣 OK的 所以這件事呢 我都很激憤 所以你見我 小時候你都見我 很少會公開回應 這些網路上的事情 但是 這個 我真是 忍無可忍 歸岳而的事情 至於 有網友都提我 這個媽媽 TX關就提我 喂 阿東 其實你幫你不幫親 是應該把沈四海 沈四海那件事 為什麼我不公開 因為他這件事真的沒有公開 這件事真的 本身是沒有公開 不是 是扑街的 沈四海這樣說 是扑街的 四海哥是我老友 你也是真的扑街 你這樣說 是不是 他就覺得好像玩一下 就是喝醉酒玩一下 這樣 不是這樣的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說 都不能說 都不慣 都不慣 尤其是有關於 很多人的 很多人都會更加氣憤 尤其是有關於生死 尤其是有關於生死人家病重 你還要說這些 等於 你穿鮮紅色 穿花衣衫 去別人喪禮 是一樣的 你明白嗎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有自由穿花衫去喪禮 但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不會 黏了線的人才會 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 為什麼 我不公開 想開麥克服 有關於沈四海那件事 他其實是因為一次飯局的走後失言 都是有關老表示的 令到很多人都很不開心 我現在公開說 我正在on air live 所以 我就 我就不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又不在場 因為我又不是參與那個飯局 我也是輕輕大過而已 是的 也都 真的是仆街的 他這樣說是仆街的 但是我不想 在天地有正氣的節目 起碼都是賣Radio的節目 不是我自己的台 不是 是 我就不想去講這些 大家這些 這些 因為 跟鱷魚哥的起事是不同的 鱷魚哥的起事 我今晚打電話上來的言論 我會自己負責 OK 但是 盡量我都會 靜默一點 就不想令到教主的台 有什麼樣的 明白的 也都明白的 也都不想 在這裏做一些 壁人表態的事情 我多謝你先西西 喂 如果有關於鱷魚哥的後事 有什麼需要幫忙 當然出力 不只是出錢 就是出力 有什麼需要搞 或者是 你便打給我 或者PM我 你便打給我 OK 你就不再阻你做結局 OK 多謝你西西 很多謝西西的電話 西西也是鱷魚哥的好朋友 當然不只西西的 亦都有很多 剛才說到 慎妍 因為我完全是局外人 你剛才數過那些人 我有些可能認得 四凱哥來過主持 我都認得 都認得 但跟他們都沒有什麼私交 純粹從這麼多這件事 就是一樣 都是慎妍 無論你是對一個公開平台好 甚至對自己的家人 對自己的親人 老婆、子女、父母 真的 有時候 一些說話 說了出去 一輩子 回不了頭 所以 我也明白 有個機會 例如家人 吵架 老公、老婆 吵架 真的 特別在這些情況下 更加要神言 說了出去的東西 收不回 寧願 讓自己冷靜一下 例如 走出去吃口煙 去廁所洗過臉 那些東西 冷靜了之後 慢慢談 反而是會好些 你覺得是解決不到的 要不就就不要談 是 要神言 對 神言很重要 所以 我想關於 因為其實公共性 真的不大 真的公共性 我完全 指生事外 我也不知道什麼 樂儀的台上也不是很多人聽 只是去那些人 以前我也聽過 只是去那些人 基本上 我也不想牽涉來 買Radio的 不想關任何買Radio的事 所以第一節 有關於 魯表 和MIHK 歐陽永權的所有言論 都是我一個人負責 我姚冠東一個人負責 都不關我輝事 都不關誰的 我都不認識他 好了